杭州女子洗澡时发现摄像头 调查得知竟是闺蜜的新婚老公所为 7月23号晚上 20岁的小妮在宿舍的卫生间洗澡时 发现了一个黑乎乎的方块物体掉在了地上 小妮找了自己的闺蜜小佳帮忙识别此物 小佳老公盛某文讯赶来 非常震惊地说 不好 这是摄像头 盛某取出储存卡对小妮说 有人要偷拍你了 太可恶了 并嘱咐她关好门窗 小妮越想越害怕 最终报警 8月3号上午 民警经监控排查 锁定一名嫌疑人 而此人正是盛某 原来 小佳和小妮同一年进公司 分配在同一部门 又在同一宿舍住了几年 情同姐妹 两个月前 小佳新婚 这才搬离宿舍跟老公盛某住到了一起 7月22号傍晚6点半 小佳约小妮外出聚餐 盛某便趁机溜进小妮的宿舍 将之前买好的摄像头 用泡沫双面胶粘在了洗漱台上 这个位置正好对着淋浴间和马桶的位置 盛某打开摄像头开关后 就立刻离开了 摄像头有自动拍摄功能 画面静止时不会录像 但有人出现时 就会自动开启摄像功能 仅仅一天时间 里面就拍下了七段视频 盛某说 没想到双面胶粘性不够 摄像头掉落下来 被晓妮发现 她只能先下手为强 假装热心地帮对方分析情况 盛某说 自己是一时头脑发热 想寻求刺激 目前她已被依法刑拘 案件进一步办理中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张迪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